7月19号上午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依法对张公祖师肉身做佛二审 进行公开宣判 判决维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 关于荷兰藏家奥斯卡 应返还张公祖师肉身佛像的判决 当天 记者赶往福建省大田县阳春村实地走访 张公祖师俗名张七三 法号普照 北宋年间元祭后 被塑成精神佛像 供奉在大田县吴山乡阳春村 和东浦村共同拥有的普照堂内 1995年12月 张公祖师肉身做佛像被盗 当地村民告诉记者 张公祖师信仰在当地流传甚久 是当地众多信众的精神寄托 如果两个人吵架 我们都会到张公面前 我们都会去在那边发誓 对着张公 你敢发誓 那证明说 我们把这个事情已经处理好了 那小孩子如果要考试 要读大学啊 这些我们都会去拜父母张公 比如保佑我们孩子啊 成才啊 成绩考得好 从小我们老人家一直传下来 所以我们张公祖师是非常慈善和蔼的 所以说我们从小就敬仰张公祖师 千百年下来啊 我们阳城村民都是与张公祖师朝夕相处 我们从小都是听着张公祖师的故事长大的 张公祖师他是我们这个心灵的寄通 精神的图腾 2015年3月 匈牙利益博物馆展出一尊肉身佛像 两村村民认为 该佛像即为被盗佛像 福建省文物部门也予以确认 该佛像收藏者为荷兰藏家 奥斯卡凡 奥沃雷姆 此后 两村村委会代表村民 在中国和荷兰 进行平行诉讼 对佛像进行追索 当时到这个 荷兰阿姆斯特丹去 打官司的时候 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 这段时间 让我深刻感受到了 我们这个祖国国立的一个强盛 我们六个村民 从福建这个偏远的小山村 不远万里 敢追到荷兰藏家的家门口去 找他们讨要我们丢失的这个 张公祖师 作为我们有义务 去把张公祖师这个追讨回来 张公一路不归 追索 必将不止 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 我们都会做百分百的努力 二审法院认为 苏征的张公祖师像属于非法出口的被盗文物 兼具人类遗骸 历史文物 供奉信物等多重属性 反映中国闽南地区传统习俗和历史印记 使当地村民长期供奉崇拜的信物 与当地村民存在特殊情感 与法 与礼 与情 均应返还 当地村民表示 期盼已久的张公祖师入身做佛 跨国诉讼 终于终审判决 这是一次公开公正的判决 希望奥斯卡能切实履行中国法院的终审判决 让张公祖师尽早回归普照堂 希望我们的收藏者能够尊重我们中国的法力 尽快把我们张公祖师迎回来 放在我们的普照堂 沈高院的终审判决下来了 那我们胜诉了 这也是对我们这几年下来一个跨国追索 一种艰辛的一个比较圆满的一个结局 那我们也希望这个河南参加 能够尊重我们中国的法力 尊重我们村民的信仰 服从我们沈高院的判决 让张公祖师早日回归